不過走出走入 沒有香爐紋住防疫 心裡總會有點脅脅 是呀 有個裝著赤術的香囊 帶著在身上,去到哪裡都不用怕 很漂亮,拿來看看 給我看看 小巧玲珑,手工還很精緻 肯定花了不少心思 好像從未見過 是你們絲珍房的出品? 你說絲珍房有誰這麼好功夫? 亂猜不是絲珍房送給你的可憐 我說是劉掌珍 她有本事,又有本心 她畢竟跟了我這麼多年 情同母女,有好的東西 一定會留給我 這麼好的東西你一定有 還不拿出來讓我們大開眼界? 你別揭人倉疤了 說到底親疏有別 送禮當然是先給外人 自己人多麼不閒 好 好 相公大人 剛才太皇太后吩咐我 疫情雖然減消 但防疫也不能鬆懈 對,你們要事事小心 以免死灰復燃 知道 你們絲珍房和我趕製的布香囊 記住進入赤術 儘快派給後宮 讓他們可以隨身防疫 是的,突然要加壽香囊 又要連夜趕工,恐怕… 怕什麼? 其他三房一定會和你配合 那就好了 我想請私善房每天送飯 過來我們私製房 不用我們走來走去 這樣會節省很多工夫 雖然麻煩了一點 不過你們這麼忙 我們私善房會盡量配合 至於人手方面當然越多越好 好,我亦想私善房和私真房 調派人手過來我們這邊 反正每個人都認識女工 劉掌珍更加不在話下 私房和芯應該幫忙 怎麼樣?捨不得還是不值得? 上公大人,做香囊不一定要用布做 用金片銀絲做給後宮 還適合身分 行嗎? 行 媽媽,我們私真房 剛剛才做了一個給人 有人還愛不釋手 拿上來給我看看 果然別自可愛 上公大人果然有眼光 是我們劉掌珍做的 如果給菲笨用,他們一定會喜歡 我們要連夜趕工,又不夠人手 你趕得及嗎? 怎麼都怪我們一針一針地瘦 我們一定會盡快做好 送給後宮使用 好,那就改由你們私真房做吧 是,如果要趕工的話 我們可能也要請私膳房送飯 我們私膳房會盡量配合 至於人手方面,多一點就當然最好 不用了,我想請私設房和私製房的人 過來幫我的手 頭頭尾尾尾,好像入赤術一樣 一教就懂,沒說做不來 尤其是倒茶遞水,酒酒滴滴 不教也懂,再不然就請中師祭 過來親身示範 到時候上行下校 大家一定會做得特別暢快 為什麼沒有人回應我? 不知道是不能捨得還是不能捨得? 我向來大方,我能捨得,又能捨得 你們四方同心,做好這件事 是… 私真房送來小女胸香囊,給娘娘來 辛苦了,坐吧 怒不敢 你是我的殷人,一定要坐,不准俱禮 俊明 娘娘,你的肉手沾沾了 一定是剛才我拿過的藥傘 是什麼味道?這麼特別? 那種藥味比較難聞,連我也聞不慣 不過那個道長說,一定會有味道 是不是吃了之後 娘娘會有點夢紅有笑呢? 我最近看見瘟疫橫行 皇上天天天擔驚受怕 我幾經辛苦才找到這個道長 去煉獎這金丹給我 說皇上服用之後 就會弱度病除,強身健體 就不怕瘟疫入侵 真是有用? 我看皇上服用了紀魂之後 真是精神逆逆,皇上他還… 總之我就替皇上開心了 娘娘對皇上確實是心勢如塵 只不過… 不過什麼?你說吧 奴婢聽聞,先前有幾個皇帝 都因為服用金丹而駕崩 娘娘真的要小心嗎? 不會的 那個道長說這次這金丹是千除百年 一定不會有事的 皇上對娘娘寵愛有加 娘娘還要下這麼多功夫? 本宮之所以有幸為非 全憑你們幫我打中這支影露營光 機緣巧合,為皇上得見 方能一煎雨露之恩 要知道運氣有高有低 要長得恩寵,欺事容易之事 本宮出身寒味,朝中無人可靠 后宮妃嬪眾多,個個各出其謀 本宮又怎可以不擔心 不時事賞心呢? 雖然後宮妃嬪眾多 但也無人能及,娘娘你美貌言為 有哪個妃嬪是不漂亮的? 皇上現在喜歡我 他也可以喜歡別人 就像皇上剛才來完這裡 他現在又去了皇貴妃道 所以娘娘就要用金丹 討皇上歡心 在後宮之中 哪有妃嬪不怕冷宮寂寞? 個個都出盡方法去討好皇上 我只是投其所好,望博皇上歡心 他咱們是否在哪裏嬪不怕溫泛 他會有加入現在 他會有的 他就想說 會有什麼 死神 火箱 2 於是就 我 我 就是 想要 好, 皇上, 湯匙好不好喝? 美人欠美濕喝的當然是好喝 不過是甚麼? 會皇上, 是龜殼大寶湯 不渴 皇上 皇上 大件事了 甚麼事? 內事鑑扣我私膳房的人 連譚私膳都被捕了 為甚麼會這樣? 聽說我是皇上 喝了譚私膳做的龜殼益壽大寶湯之後 肚了很多血, 不知道是不是中毒 我聽不見他們說 是皇貴妃一定要譚私膳親自下廚拋條 那皇貴妃怎麼樣? 一樣軟禁了 下毒這麼大件事? 會不會連累其他房人? 聽說如果真的查到陰謀毒害皇上 就會牽連整個上公局 要豬狗族的 那碗湯匙 經過內事鑑用銀針測試過 並無落毒 我亦都去過私膳房那邊 翻查過菜單和食具 亦無異樣 即是不關私膳房事 為甚麼還不放話譚私膳呢?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subscribe啦